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指 食指拇指 手指長期好像沖血沖得很厲害 很麻痺 有人想伸手去拿茶杯或者那些東西 是會很吃力 做不到那些東西 我不知道關不關神經那個問題 我暫時就有這兩個問題 麻煩葳醫生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這些問題 就是中風之後那個病徵會維持多久 怎樣去做復康 而很多中風的病徵 例如手腳武力 這些常見經常聽到 說話比較差 吞煙困難 可能透過一些物理治療 言語治療會有改善 不過其實其中一種中風之後的後遺症 就是一些感覺變差了 其實我們的腦有部份就真的專門負責 看看我們半邊身的感覺是怎樣的 有些情況有些人就像蔡先生那樣 突然之間中風之後 其實半邊身的感覺是差了 可能有些時候 明明我們碰少許東西 應該摸著桌子 我們很清楚知道的 在平面 但它可能反應會大很多 甚至乎有些人覺得是一些痛症 就這樣放一隻手 沒事 都針吉咬咬 這樣不舒服 我想首先有幾件事 第一就是希望力度那些有改善 平穩 第二就是這些我們叫做錯了的感覺 這些感覺不正常的情況 希望隨著時間會慢慢改善之外 有些藥物可以幫到手 藥物其實主要就是減低一些神經痛症 為什麼要吃這些藥物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有些人 那些針吉咬咬不舒服的感覺 去到半夜間影響了睡眠質素 這些都會有影響 很多時候連續 除了這些麻痺之外 其實有個問題就是 有些人其實是有肌肉張力上升的情況 不知道有沒有見過一些中風的患者 雙手是屈膜了這樣 是的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它半邊身的肌肉張力 有機會提升了 未必那麼嚴重 去到變形形 但是有些人的麻痺 尤其是頸 臉那些位置感 都會令到他覺得臉麻痺 手不舒服的病徵多了 提升了一件事 另一件事要檢查就是 會不會有機會是頸椎神經線的問題 因為如果手麻痺 亦都可以是頸椎神經線受損而影響到 我想沒辦法做臨床檢查 這裡說到的就是一個籠統的範疇 提醒大家中風之後 除了有時武力之外 有時感覺的變化亦都是一個後遺症 希望隨著復康的進度會慢慢改善 藥物方面有些幫助 但我聽到蔡先生都很積極 你是很積極地去對抗這件事 是嗎 特別要做多些神經線運動 那就是共存 因為油之當運也有 我們沒理由不做都一樣有做這些治療 還有自己家裡呢 有時候會跳舞啊 做一些操練啊 舒緩的手這樣 因為很有趣 你一不做一天呢 就是之前就見過很多中風 那自己身受的意外就知道呢 那些什麼 事倍功半 可以這麼說 確實是要做很多伸展運動呢 令到肌肉的張力可以舒緩了 那這些病徵可以得到改善的 而事實上因為腦部真的有腦細胞受損 而導致有這樣的病徵呢 是長時間有一些這樣的病徵的 但是你做些其他的伸展啊 活動啊 那希望病徵慢慢可以改善 好的 麻煩你 感謝你 環醫生 好 麻煩你 好 麻煩你 好 麻煩你 再見 再見 蔡先生 拜拜 那今天呢 就是這條片見到大家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是 叫做世界中風日 世界中風日 或者有些人叫做世界中風關注日 其實因為中風呢 我們現在根據世衛統計 每四個人裡面 一十個人裡面 就有機會有一個去遇到 每四個人有一個 開台麻將是一個有機會中的 但是這件事就是 其實永遠都是一個突如其內的 沒錯 這個很諷刺的這件事 我覺得中風這件事是一件很諷刺的事 大家來試試你不知道 又不是說是有一種這種人就有 那種人就沒有的 就是好人好者突然間就說來就來 所以今天既然是這樣 我也想反正 剛剛有位蔡先生 亦都是世界中風關注日 我也想 可以給多些中風這件事 我們可以在哪方面 哪個角度多些關注給大家聽 通常我講中風呢 有幾個範疇特別要關注 第一就是怎樣預防 我們所說中風說來就來 中風真的突如其來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做好平時的預防功夫 經常講很多的了 預防功夫由生活習慣做起 例如適量運動 戒煙 定時做身體檢查 看看有沒有一些我們叫三高的問題 高血壓 高膽護唇 血量 糖尿病這些問題 的確是可以減少中風的風險 認識一些中風的風險因素 例如心房戰鬥 原來心靈時亂跳可以導致中風 這些是預防的功夫 第二個很大的範疇要關注就是 萬一自己身邊的朋友家人 遇到中風的病徵要怎樣處理 所以經常講的口訣叫 譚笑用兵 譚笑用兵大家都記得 有中風的病徵 無論是譚說話不流利 笑歪臉 用的時候就半邊身用不到 這些嚴重的病徵就要立刻去頒救兵 因為治療的窗口很短 只有幾個小時 這個又是要大家入腦的 經常要提醒 因為你記得身邊的人 突然出現這些病徵 可以是中風的話 你立刻送到醫院 可能真的救回他一命 所以這是第二大很大的範疇 第三個很大的範疇就是 復康或中風之後的治療 我們說除了一般的物理治療 燃乳治療 職業治療 復康治療之外 也要留意如何預防 不要有第二次的中風 這是很大的範疇 如何讓中風患者 找出一些風險因素 加以預防 所以無論是預防 急症的治療 和復康 都是很需要大家關注 我想給一些更正確的故事 給大家知道 我有一個波友 跟我踢了很久的波 才有一天 由第二個朋友選擇 由耳邊跟我說 這個人中風 他的中風還挺嚴重 但當我認識他的時候 和他一起踢球 一點都不覺得他 這是否是一個很正確的指示 不是世界每日的 我和我所有中風的患者朋友都這樣說 中風的確是第二期內 很不幸的 有些甚至乎比較嚴重 但是復康的進度 其實一直都會有 我們叫復康黃金期 最初六個月 但就算六個月之後 都一直有進度 很多時候千萬不要氣雷 不要放棄 第一 那個進度是一直都會有的 一直做的話 會令到他的病徵 越來越減少 越來越改善 第二就是 有一個正能量 因為很多中風患者 當他被情緒反而影響了 反而拖慢了自己復康的進度 所以一定要保持心境開朗 除了保持心境開朗之後 要記住不要餵隻技術 不要避開其他人 因為其實中風的復康 是需要一個團隊合作的 很多時候不只是一個醫生 我們會有專職的治療師 不是你的治療師 教你手腳活動 職業治療師 是很多時候會配一些器材 或者練你手的活動能力 去改善你生活的質素 職業治療 不只是要你上班 所以職業治療 很多時候就是 希望你就算身體 有一些功能性的影響也好 不會影響你實際上 日常生活的 做得回事 做得回日常生活的工作 那些工作的 言語治療 言語治療師除了教你說話之外 也都改善吞咽的狀況 有些不能吃東西 可能透過訓練可以吃東西 甚至是減少了 我們叫吸入性肺炎 減少肺炎的風險 這些治療師是相當重要 家人 朋友 當然很重要 另一個就是留意情緒 因為我看到很多中風的患者 其實到最後 是因為被情緒拖垮了 實際上有太多的例子 透過一路的復康治療 就算那半杯水也好 可以慢慢浸滿一點 就算不像原本那麼滿 都可以做很多 令自己開心 令到身邊人覺得有意義的生活 所以一定要不要放棄 換成十多年前可能會很難 因為那時候的科技可能沒有現在這麼先進 所以現在在醫療角度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很正確的 可以幫到那個患者 可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對的 很久沒有提過一些叫做新的復康的技術 但其實每一個範疇都有很多新的技術 例如有些新的藥物 有些我們叫做腦部 皮層外的微電流 或者磁力的刺激 現在都有些研究發現 配合我們傳統的復康治療 是會改善那個患者的復康的進度 甚至乎有些機械手 機械腳 那些是可以幫助患者 除了叫它原本可能 動動有困難的 可以改善動動之外 也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令它的進度有改善 這些全部都會有幫助 在另一個層面 不是說只是醫療的技術 在說大眾市民 其實都意識到 以前覺得中風就沒有了 大家認識多了 其實對於中風的支援 接受程度都改善了 所以千萬不要放棄 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天 在健康打這裏 亦都配合到這個世界的中風關注日 我們請來了就是 老神經外科專科 黃炳康醫生 很快就告訴大家 提醒大家關於中風的問題 今天謝謝大哥 謝謝大哥 如果你們有甚麼 自己身體健康上的問題 想找專科醫生去問問 你也可以將你的情況 WhatsApp來 15668 我們的同事會聯絡你 就像剛才蔡先生 真的可以和黃醫生 大家在電話對談 和我分享出去 訂閱健康彈 按鈴鐺和Apps 今天謝謝Dr.王 謝謝大哥 謝謝大家 謝謝員 vitamin 來westmusic 都是